高达启动终极系统 速度快得如同幻影一般 普天之下难寻敌手 那天 失去了秘密基地的座天使 正流落在荒野之中 可人格连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很快便再一次过来对他们进行围捕 失去了补给的座天使 此时的能量已经只有30%了 但面对人格连的追捕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打 人格连组成了一个圆阵 以极其巧妙的方式躲闪和反击 让三大座天使都有些始料不及 座天使三号机有些气急败坏 静止冲上去短冰箱街 不料碰上了最硬的茶 外部护甲直接被斩断 好在哥哥们反应迅速 这才帮他挡得致命一击 队长见情况不妙迅速射出烟雾屏障 趁着这个机会带领两位弟妹逃离了战场 随后 他们落到了大西洋的一处小岛避难 不料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天上突然飞来了一架机体 他闪烁着灯光 示意自己没有攻击意图 便让做天使驾驶员放松了警戒程度 而这机体的驾驶者 竟然是全球实力最顶尖的雇佣兵萨谢斯 他借口是过来帮忙以放松两人的警惕性 再下到地面的一瞬间开枪 当场便打死了做天使二号机的驾驶者 他是唯一在近战上能够与其抗衡的人 队长反应过来迅速开枪反击 可萨谢斯伸手了得转瞬间便把他扑倒在地 彻底把他给控制住了 萨谢斯并不想直接杀他 而是给他机会回到高达里面来个真男人之间的对决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萨谢斯竟然抢走了做天使二号机 最顶尖的机师加上最顶尖的机体 犹如人中旅不马中之徒 做天使一号机一个狙击型的机体 想要打败他的希望十分渺茫 仅仅一个回合 做天使便轻易地被斩落马下 结束了自己身为高达机师的一生 则是第一次有高达被完全的摧毁 于是这天人组织真正的噩梦要开始了 萨谢斯传瞬间又击落了做天使三号机 就在要慢慢凌辱他的时候 瞬间就被撞飞了 而这攻击者便是独自一人赶来的能天使 这对老援架最终还是碰到了一起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可天下第一雇佣兵始终是天下第一雇佣兵 达成上高达的他哪怕是能天使这种近战 专辑也难以体敌 尽管他满腔怒血 可客观上的操作实力就是差一大截 很快就被打掉了双手的武器 能天使突然迸发出如河豹一般的力量 转瞬间便消失在视野之中 随后如同幻影一般在身旁来回穿梭而不见其踪影 萨谢斯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被能天使瞬间击落到地上 此刻的他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浑身都散发着阴气 原来能天使之所以突然变得如此强劲 是因为天人组织的终端废陀系统 遭到了最大敌人柯娜的入侵 柯娜找到了天人组织创立着冰冻 在废陀系统终端之下的肉身 并且使用手枪杀死了这个几百年前的人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创立者在冰冻之前便预想到了这一刻 如若废陀终端遭到入侵 便说明天人组织已经到了威王时刻 于是便释放了高达的全部性能 让他们能够启动Trans AM的终极模式 最终 萨谢斯第一次在单挑的时候吃了败仗 而Trans AM系统的启动 便标志着天人组织高达S4的性能 再一次冠决全宇宙 还世音乐 我做得到 再十字幕 差了 第四利 这 我们